最後 Part C 牽涉了一個 Cost Accounting 的題目 也是一個 Decision Making 決策的題目 看看 Requirements 問我們 究竟公司應不應該製造和賣一個這樣的產品 Support with Calculations 我們就看看 Requirements 資料給我們 它使用 12 萬是 o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year 2021 這個一看就知道,其實是新 Cost 來的 因為你花費而已,對於我的 Future Decision 是沒有相關的 現在考慮的是什麼呢? 2022 年的時候,好不可以製造這個 Product 出來 它的 Contribution 會是 20 元 即是每單位正賺 20 元 玩到 2, 2, 3, 2, 4 即是 Total 3 年的 3 Years Sales Volume 每年就會是 4 萬件 這個應該是開心東西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額外的貢獻無益 Item 2 啦 原來要製造這個東西是需要一個特製的機器 它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拿回來的那部機 包括可以是租5萬元 per annum 或者如果不租的話,我們也可以買 買的話,就是 17 萬 5000 元的成本 最後就是用 20 萬元買出去 如果拿了它的 Cost 的話 就是 17 萬元買回來, 20 萬元買出去 那就 155, 3 個零 Item 2 很明顯是一個 Incremental Cost 增量成本 即是我們如果要做的話,就要付出這個成本 但你會看到後面有個好像 2 選 1 的 Option 你又可以選租又可以選賣 其實這件事大家用常理去考慮就可以了 如果同一部機器,你可以用 5 萬元一年 5 萬元一年,你玩 3 年 你要做 3 年 即是你租 3 年都是 15 萬元 如果你可以用 15 萬元去租到這部機器回來的時候 你是不會用一個超過 15 萬的 Cost 去拿這部機回來的 換句話說,其實後面的說話是掩眼法來 不用看的,要關心這部份 第三,原來有一個額外的 Supervisor 廠長 是要請回來的 Non-Permanent Basis 即是非永久的合約 Salary 是 1 萬 5 千元 per month 然後當這個產品完成後 2024 年後就不會跟它續約 換句話說,請它是 1 萬 5 千元一個月 因為你做 3 年,你就要做 36 個月 所以這也是一個 Incremental Cost 握愛成本 非常清晰的 3 個項目 有 1 個 Incremental Revenue 和 2 個 Incremental Clause 我們應該很放心就可以留下計算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不用刻意去發表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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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我先寫下 Incremental Contribution 如果我們賣的,便是賺到錢 Contribution 也送給我,不用我計算了 20元一件,每年4萬件 但是我們要玩 3 年,我們要看整個期間,整個 Period 3 年去看 然後我們會選什麼呢? Incremental Cost 有些押外的成本,即是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包括什麼呢? 就是 Machinery Cost of Hiring Machinery 我們租用機器需要付出的成本 就是 5 萬元一年,乘回 3 年 另外第三個項目就是 Factory Supervisor Cost of Hiring Machinery 那是要付出的成本 Cost of Hiring Machinery 那是要付出的成本 就是要付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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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整個月的成本 計算了 其實整個月的結論都出來了 看看 4萬乘3乘20 那就是240萬 就是要付出的成本 就是要付出的成本 Cost of Hiring Machinery 5萬元乘3年 那裡用了15萬 那15.36個月請了廠長 會用了我54萬 那所以240萬 減這個減15萬 即是說 我們是會有一個額外的利潤 我們可以寫這個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incremental profit 來的 中文叫做增量利潤 所以我們做一個答案的題目 說 那 這間公司應該做的 那 寫回 should produce and sell 這個產品 那我們要很清楚去寫的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額外的利潤 因此 因為它會用了 incremental profit 剛剛我們計算到的數 所以這個是提醒大家 做Decision Making 決策題目的時候 很清楚寫你的決策是 它就讓我們會分手了